看飞机看到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这个空军基地 大约10平方公里的空地上摆满各种各样的战机 在这里所有的战机唤醒 随时可以拉出一支世界地上空军 这里就是让全世界军迷趋之若鹜的 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飞机坟场 在这里一共停放有5000多架飞机 而且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老破晓 也不是什么残次品 世界著名的A10攻击机 B52战略轰炸机 C5A银河运输机 FA18大黄蜂舰载机等等 美军的拳头产品全都汇聚于此 除了F22猛禽和F35闪电 以及B22幽灵轰炸机之外 几乎所有的美军战机 你都可以在这里走 很多朋友把飞机坟场 理解为飞机的垃圾场 其实是很大的误区 当然飞机坟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奇异 实际上这块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 并且还驻扎了一个A10攻击机连队 也就是说 其实这些并不是被丢弃的飞机 它们都仍然属于美军 只是被战时的封锁 除了在核财军中被拆的 708落的B52和B1等战略轰炸机 其实这里还存放着大量的现役战机 像F45 F16 E2等飞机 都属于几乎完好的状态 如果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这些战机可以随时简单维修之后 就重返战场 所以我们开头所说的 世界第三空军并非子虚乌有 上千架三代战机组成的空军 除了中美还真的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 那么如果说迪拜的豪是豪车满地人 美国的豪是战机排排放 那你知道我国的豪是什么吗 更多科技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 讲过 感谢观看